英国首相特利沙梅处理脱欧协议草案的方式 引发大批国会议员乃至民众的不满 执政党保守党国会议员星期三 对梅宜发起不信任投票 特利沙梅最终以200票超过继续担任党魁的最低门槛158票 撑过了逼宫危机 虽然挺过了这一轮考验 不过外界认为梅宜接下来要如何继续脱欧协议程序 将会是更严峻的一战 英国首相特利沙梅为了脱欧 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保守党1922委员会主席布拉迪星期三宣布 取得48名国会议员支持启动不信任投票的信函 投票程序当晚6点到8点举行 随后立即计票宣布结果 开票结果显示在317张总票数当中 梅宜一共获得200票支持 117票反对 换句话说 他保住了执政党党魁 以及英国首相的职位 梅宇有惊无险保住了政治地位有感而发 他在首相府唐宁街发表讲话时 感谢自己党内成员的鼎立支持 随后更要求各方团结一致 共同推动脱欧 争取国际利益 有专家就表示 即便特利沙梅顺利过关 未来一年也将免受挑战 巩固她的政治地位之余 也为她的脱欧协议扫除了部分的障碍 但是脱欧协议想要迎合多方意见 说意行难 无论是谁当首相 脱欧过程都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 也容易树敌的兼具任务 NTV7综合报道